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八题 它说等差数列an里面 a11是等于10 a24是等于-29 那sn表前n向的何 那sn的最大值是多少 那这个题目当然我们知道说 你是一个等差数列 那它都是每一个都加一个公差 那你只要 越加越加 如果你加个正数就越加越大 那什么时候会变成是最变小呢? 变小的时候就是加了负的 它才会开始变小 如果你一直加正的上去 那它就会越加越大 也就是说你现在最大值 就是你加到负的之前 不要加到负的 你第n向 如果第n向 它小于0 那前面那一向 第k向 它如果大于0 这个k加1 好了 这个大于0 这个小于0 那就加到这一向 它就是加到sk 就是最大值 好 那所以我们要知道的 就是说 你要先找出来 ak什么时候是大于0 然后下一个加1 就是小于0 加到这个是最大值 好 那我们第一个 它给我们的条件 我们先把首相跟公差找出来 那这个a11 当然就是 首相加11-1的公差 会等于10 这是首相加上24-1的公差 会等于-29 那两次相减 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13个珠 应该会等于-39 所以珠应该是-3 再把它带回去 可以得到a1加上10 10乘以-3就是-30 会等于10的话 那a1就会等于40 好 首相跟公差有了 那 我们已经知道 就是说 我们的k相应该是首相 加上k.1乘以公差 公差是-3 首相40 那我们希望它是能够大于0 大于0 那大于0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乘起来就是-3k还有加3 加3次是43 那-3k移过去就是 大于3k 那也就是k会小于3 分之43 大概是4点多 好 那表示呢 k小于4点多的话 都是正数 ak都会是正数 那到第15项 第15项 那它就会是小于 好 所以到第14项 它会大于0 所以加到正数的话 就是加到第14项 s14是最大的 那s14怎么算呢 就可以用第二个公式 就是2倍的a1加上n-1乘以公差 括号乘以公 像素在除以2 好 2倍的首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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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上n-1乘以公差 首相是40 好 那n呢 现在是14 14-1乘以公差 是-3 公差是-3 那n还是14 好 那我们把它算一下的话 这个 里面是变成41 那约调是7 41乘以7 14点187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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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